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节目播出后就有不少眼睛的观众发现 一行人在包饭卷时完全没有带料礼貌和口罩 赵英诚甚至还被挖出在第二季时 把自己是味道的汤匙放回锅子里 此外第三季他们明明是到美国经营超市 却只有嘉宾韩笑的周会讲英文 导致众人经常无法与客人沟通 种种问题一样不少网友很屁 我还以为他们英文很好才去美国的 结果只有韩笑的周会英文 真是让人发疯 赵英诚把moving艺能建立的良好形象都毁了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